副作者有稍微說明 就是說因為他可能要看後續整個量體的部分 那不過這個因為你剛剛講說民眾參與的部分 那當然除了環評的話 其實我剛剛有提到就是說 因為我們現在正好在進行一個都市計畫變更的程序 所以這也是很重要 如果你們有意見的話 就是如果你有去表達 用書面意見跟都委會講話 到時候在都市計畫委員會開的時候 審議的時候 他會邀請你去跟委員做你意見的一個表述 所以在都市計畫委員會 也可以做你的這個民眾參與的部分 好這是第一點 那第二個剛才我稍微再說明一下 就是說其實切分為這個應該是 其實是三個分區啦 應該是一塊是 北側是這個社府用地 那南側的話 東邊是一個商業區 可是西側有一塊開放東邊 就是一塊公園 大概有1.6公斤 那這個部分其實是在95年當時候就劃設這個分區 所以其實這一次的變安 我們並沒有就這個三個分區的位置去調動 其實在95年就是這樣了 所以其實他也有一定程度的做1.6公頃的這個公園了 對 先做這樣的說明的 我剛才可以請先再補充一下 那情況是這樣的 就是說原來就是一個社府用地 然後一個商業大樓 然後一個公園 那以前我們是所有的 就讓第一個開發商 就是波德公司來幹 那後來因為市政府跟他們的糾紛之後呢 波德公司就退場了 那退場了之後呢 譬如說我們商業大樓的部分呢 我們就設定地上權的方式 設定地上權的方式 讓某一家建造公司進來 那用這個錢來蓋我們的社府 情況是這樣子 所以並不是說把三塊鏡切分開來 本來它就是有三個不一樣的主體的部分 那那個公園也沒有變大也沒有變小 所有的面積都是一樣 只是說只有社府這塊它變高了 變可能變胖大概不是一樣 大概就說變高了 就是這樣子 那其他的都沒有變 那我們今天要說明的就是說 為什麼它社府的變大了 我們要知道了解的是這一塊 那到底哪些人要進來這棟大樓 它未來會進來多少人 我覺得這個東西 真的是要跟大家做說明一下 你到底也要進來多少人 這東西是我們的疑慮 那剛剛有講到說 是不是說你又會取消停車位 然後把停車位放到量體裡頭來 可是你放進量體裡頭來也不夠啊 你到底會取消多少停車位 你要增加多少停車位 可是你這整個建築物裡頭 你自己就很需要停車位了 因為你變400之後 就剛才我講的 你20層樓可能變到快40層樓 你自己本身你就有停車需求了 你如何再去容納外面進來的車子呢 就是我們原來的這些人 叫內宿道理念 那你往下你要開挖多深呢 那就像已經有人提陳情書了 就是說這裡本來就是一個斷層袋了 過去為什麼我們說希望開發200 本來就是400 我們上一次的計劃給博德的時候 我們是200 為什麼 因為整體的環境不好 所以我們才把它降低成為第三住宅區的200 可是現在 你市政府自己又自打嘴巴 說我們現在很好了 我們要變400了 我覺得這講話哪裡都說不過去 市政府本身就是一個衝突了 就是說不過去了 所以我必須讓這位小姐知道 其實它所有都沒有變 唯一就是社府的地方變高了 可能加倍變高了 但是它面積沒有變大 就是它的它的容積變多了 是這樣子 不好意思 這個東西我非常清楚 我只是希望他們把它切割成兩個來做 會不會影響到我們那個 那他們剛剛已經有講了是因為量體的問題 那現在就變成它量體的大小會影響 OK 好 剛才有提到那個好像還在打官司 為什麼是這種就在進行 仲裁的問題是怎麼可以講一下 那我們是好像還在打官司啊 跟各位說明一下 我們跟那個特許公司 100年解約之後 因為它不含市政府土地 所以我們就提了一個仲裁 那那個仲裁在去年2月的時候 仲裁協會已經做的判斷 那個部分是市府的特許公司 所以我們已經把原本設定給博德的地上權 已經突銷了 那也在6月份的時候把土地取回來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其實陸陸續續 包含我們整個園區裡面 已經有開始在做一些整理 因為其實可能之前沒有 那有一些整理希望整理出來讓大家做使用 包含剛剛有提到那個平宅6棟 本來有兩棟是圍起來的 當時那個博德圍起來 那部分整個都打開 那裡面做完綠煤化之後 近期就會開放給大家來做使用 那剛剛有提到說那個平宅的部分 除了在不猜的情況下 除了讓周邊的劇民來使用之外 我們目前其實也一直都有提供給電影協會 還有那個城塔學他們去做一些演練 還有拍電影的使用都有在裡面 那公園的部分那個綠地的部分 還是會持續的開放 那以上跟大家做一個簡單的說 所以市府其實已經取了土地 所以也希望盡速開放讓大家整個 那個周邊園區的部分能夠變得更 像簡單說 請問現在第二次仲台結束了嗎 還沒 對啊 所以你們仲台沒結束就一直在推這個 但是因為其實 市府的是不是對於法令是 是 司法機構是市政府開的嗎 現在土地的管理機關跟土地 所有權局都已經是在市府那邊了 那當然市府跟那個博德公司的仲台 另外的那個訴訟的成績 還是會持續進行 那哪一天如果市政府敗呢 呃 我想我們市政府目前 因為其實第一次的仲台我們已經贏了 那後續的仲台也會 應該是會在第一次的仲台的基礎之上 那你應該要怎樣 就是 一三明明了 就是你認為到後面 好 OK 如果市政府失敗啦 也沒關係的話 你土地上面只有種樹種草皮而已啊 所以你現在可以趕快做啊 是 因為目前就是 呃 剛剛有說明我們 在六月份的時候已經把土地全滾 所以才會進行 你不必需要把它放廢在那邊 放廢那麼久 已經七個月了 好 那個 三個問題對我回答嗎 現在齁 等一下 等一下 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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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 不好意思 時間表還沒有告訴我 那個 啊 時間表 他說要開放 持續開放 那我們想知道什麼時候會開 現在持續開放 等一下有些問題 還有後續要那個好不好 因為張茂萊一人來喔 他也是在港場嘛 我沒關係 我也仔細跟大家一起打 你沒有解釋 要不然你先來跟我們講一下